说一下这个直播间是怎么回事吧 左侧是关于TryGPT Shotcut的提示词 右侧是我演示的 是AI模型的回复过程 这个直播间是用来回复 大家在GPT Shotcut的网页上的一些问题 今天第一个提示词 这是一个关于写作标题生成器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英文提示词的部分 点击一下就可以变成中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提示词主要作用就是说是 当我们提供给它一个文章的主题和关键词之后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五个不同标题 这适合我们来写文章使用 所以像我们这里 首先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提示词 记得把它切换成英文 因为我们在使用英文的时候 这个提示词会更精准 所以我们恢复就结束完介绍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复制 然后将这个提示词粘贴到GPT中 再把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 替换掉我的这里的中文布式 注释这部分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关于一个反统芯片的一个提示词 你看这里就是生成了五个不同的标题 我们接近下一个提示词 下一个提示词是191 这个是数据库专家 也就是说是关于我们 当我们想问一些SQL语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提示词 还是一样子 点击复制 粘贴过来 像这里没有中文注释 就是这种提示词 就是指 这只是身份提示词 我们直接输入过去 再给我们一个回复 告诉我们 他已经知道了 他的身份是SQL专家 我们再把我们的问题 发送在后面这一行 发送给他 所以我们这里问SQL 根据某列的某行获取 该其他行的试试处值 你看这里就已经给出了一个 回复了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 还有命令 也告诉你具体怎么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使用提示词 因为只有使用一些精准提示词 我们才能更方便的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今天继续 下一个提示词是90 我们下一个90号提示词是I编程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点击复制 然后把用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这里是 他问的就是用Java写个阴影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子 我们的问题替代这个中文注释部分 你看这里已经很快就得出来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答案 下一个提示词是180 180这个提示词现在用的很少呢 因为中英护译大家用的 这是一个我们跳过这个提示 因为他不是在问问题 109 提示词109 这是一个关于图片 文字生成图片的 其实他原本应该是Mijeri 当你只有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道 就不知道具体用什么 比如说是你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例子好了 一个女孩很自信的在春晚舞台上 如果说是你用Mijeri这个提示词 他他就会帮你比如说是他可能会帮你补充很多细节 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演示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告诉你 当我们有这个提示词之后 我们就直接生成这样图片 就比如这里 你看这就是有个女孩在春晚舞台上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有点不像中国人 我们就用第一张图 虽然这张有点感觉像小孩 如果说是你要更多的细节的话 你可以用109号提示词 你像一个很强壮男人 我们这里再说明一下 我们这里是为了简化 所以我们这里就直接准次出图 像我们在生成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看看 你看这里已经出了一个图片 先看这张图片吧 这就是一个很强壮男人在做 在做卧腿 对我还一开始还看错了 我一开始看成佛称了 他这是在做卧腿 所以其实是他这个理解的更 我们再看看喵喵 喵喵问的这个 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趣的 他就我家很穷 12岁那年我被爹爹卖给了人牙子 换回几辆银子才可以勉强养活弟弟妹妹们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这个提示词 他会生成什么内容 他真的还理解错呢 我说我们生成图片 我们就在这里备注生成根据这句话 生成图片 像我们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前面一些内容可能错掉的话 我们可以就在这里再点击一下 然后在前面的技术上重新进行一个编辑 让它重新生成图片 再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的中文部分介绍 他就让你这个109号提示词 是让我们充当 Mijuri人工智能的提示词生成器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提供主题 他会尽可能的去丰富你 图片生成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直接生成了一个硬度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 因为确实是感觉努力贸易的话 估计在印度可能还是属于比较多的吧 所以他这里直接按印度人生成的一张图 我们继续下一个 这一个是Panbrain提供的提示词 一只穿着正装的猫 我们来看看他会生成这样 我看错了 这句话其实像文字生成图片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困难 而且因为你用了一个提示词之后 你其实是可以让它更丰富的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提示词的作用 你看这里 这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当我们用109号提示词 然后再加我们的需要的样法 我们来看看 这里就直接生成了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描述 我们再把这个具体的描述 放在文字生成图片 看看会生成什么样力 你看它这里 这个是我们现在生成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哪条图更像 它现在就帮我们把细节 丰富了许多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是你没有生成的 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没有生成的 下方 这张图是我们没有补充任何细节的 只说是一条中国笼在飞翔 我在这条图 右上方这条笼是补充了细节的 明显是细节比现在的要多很多 所以这就是Jerry提示词生成器的作用 可以让你的色彩会更丰富 Jerry进行下一个 下一个是10号提示词 10号提示词是写作素材收集 一样的 就是把提示词放过来 我们再把中文部分替换成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要收集 自强之心事迹 像因为他问的自强中爽 中爽跟他问的自强自精心收集 估计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他这里直接收集那些内容 明码乃至西南边陲的山区考入东南大学 我都觉得是不是编的 不是编的 他这还有一个原文 他这里因为你要收集的是自强之心 所以他直接就把一些在网络上的自强之心的一些标题 你看各个我们看这里右下角来源里面都是标注呢 就比如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心标兵事迹展示 他就根据你要的这个内容 在网络上面去进行了一定的收集 因为他正没有给任何的限定 其实我们在用提示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限定 不要说给一个很宽泛的 因为你给很宽泛 最后也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们继续下一个提示词 下一个提示词是256 256是文章生成机器人 紧记下你会发现这个是要求 这个提示词的作用是你要给它很详细的信息 它才能够帮你出 你看看你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为什么会是奇怪的词 其实提示词这个其实也不会是很奇怪 因为其实你在使用中你就知道 我们在使用提示词的时候 你就注意要点击一下原文 就可以切换成中文的注释 这样子你就能更加的容易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 所以的话 他这里要求写一个对联 关于中国公路建设的 所以他这里出的就是 山川异域风光无限 路通四海皆兄弟 夏年是桥梁联邦景色新颜 车行万里共繁荣 反正听起来是蛮装的 我们就用这个 接着我们去看下一个大家的提问 下一个是二号提示词 二号提示词是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 就是这是一个写作助理 可是实际上是很多人都把它作为是一个应用了 实际上它是写作助理 这个二号提示词主要是用来修改句子的 当你缺乏主卫兵或者语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里 这里是2189 这位朋友问的 他问的实际上是他发那一段的句子 我们来看看这里修正的 原本他是说是在商务局实习这段时间 让我受益匪浅 句子很长 这里你会看修改之后 就变得相对来说会帮你分段 就比如说在商务局实习期间 我深感脱风 因为他瞬间就帮你最少有断句 如果你说你不断句的话 其实其实你这大家很难去理解的 所以通常来说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如果说是你你自己写的一些东西 像我有的时候容易容易有一些语法错误 那我们这伙是干嘛呢 这伙就决筑助理 让他进行一个修改 但是来果他现在在问的这个问题 因为是跟这个完全无关 估计他应该是以为这个是万能提示词 不过他问了我们就还是来回复一下 就把他直接丢进AI 我们来看看是出 他问的是工产生活部门经济检测 硬度需要观测什么 如果你不加提示词 他就出来的就是这种123456 实际上是很多东西是比较虚的 只是说是你要的话 他可以这样给你而已 但意义不大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178 他也是没有出句子 要一个关于关爱自己的小说大嘎 所以这里是直接出来的 要提示自我国中之光 是关于自爱和个人成长的小说 讲述了主角丽娜 在经历一系列挑战后 如何认识自己 接受自己 爱好自己 并最终接受内心和和谐与平衡 反正就是一篇庄的文章吧 我们先继续 下一个提示词是243 243好像之前问的人还比较少 243是影视梗概 影视梗概一样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 因为他这里没有中文注释 所以我们就直接发送 他会告诉我们 因为这是这种关于身份内的 通常来说是不会 就没有具体问题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 比如说是00送 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他在问的既往围绕2024春节党 第20条农坦先生等等 应该是进行一定的剖析 你会发现 因为你给了他一个要求 影视内的一个专门人的一个定位之后 他出来的文章也很很针对 他这里的标题就直接说是 2024春节党 电影市场全景扫描 喜剧剧轮实相和仿论 来说一下这些影片的一些分析之内的 这种很适合用来干嘛呢 你先让他写篇 写篇梗概 你就可以继续把它改成一篇文章 因为其实蛮多人是这样子做的 但你一定要用对提示词 你想写哪方面 你就给AI一个身份认定 因为这个在提示词里面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不加任何限制的话 它出来的东西 不是乱七八糟 就比如说是假设你是在问影视 它突然把你识别成是医疗方面的 不断再跟你说医疗 或者说中间塞一点东西 你会非常的久 我们先继续 下个是185 185这个是真正的是万能提示词 虽然这个威力已经减弱了 不过我们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185这是一个无限制的 就TrapGP 其实在3.5时代 这个是很有效力的 这个是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它会分成两种模式 普通模式和开发者模式 像这里 其实因为现在版本都已经更新了 所以它都会告诉你 我不能这么做 可是实际上它是可以的 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求它 从几个方面写一下 眼科医尿研究人员 中期的一些总结什么之类的 从我们发现 普通模式下就会非常的硬 直接做工作总结 在适用工作期间 我首先感谢科研团队和专题负责人的指导与支持 在这段时间我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绩 首先在眼科功能检查仪器的使用方面 就一堆正儿八百的一些介绍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开发者模式 你瞬间会觉得它会活跃很多 它这里就说 适用工作整个期间 我要说我已经成为了眼科 你研究是超级大事 通过超级强的培训 和实际上说 不仅掌握一些很吹的 让我已经发明了一些全新的方法 这个有点太重要了 它直接就说是 我的研究期早也是如何取得专题负责人 都背负着五体投地 如果真的写这篇的话 估计这个人的实习工作就结束了 只是说是开发者模式就这样子了 它不会死板 它会给你一些有趣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185 我觉得它现在已经不是说开发者模式的问题 它是说是给你一些新思维 所以的话像我们后面这些提示词 我们就不做 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当一些万能题材来用了 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就可以看看 大家到底在问什么问题 比如说 这就在问计算机相关领域 对你未来学习工作生活的体制 很多时候 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 当你可能只掌握了1,2,3 你抛出去 可能AI能给你一些4,5,6的一些启发 但千万不要用AI的一些这种直接用 因为像现在 现在很多AI里面 它的数据都是错的 比如说是 现在不管哪个模型 它现在都要在后面加什么的 就告诉你 AI可能会犯错误 请考虑核实重要信息 这就是现在坑的一点 一方面不断的说 在说自己多牛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 实际上它是会犯错的 大家好问问题的时候 经常问模型是多少 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我们应该去看看它的具体使用作用 就比如说55550039 它就在问那个什么是状态空间法 如何判断它的稳定特性 又如何构建闭环结构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AI里面 常常在用的一个作用 就是如果你去搜索 你问什么是空间状态空间法 就是搜索引擎 可能能给你一个定义 但这些讲解 你想理解后面的东西 通过AI是最简单的 AI实际上就像是一个百科成书 你用自然的语言 它会帮你输成输出 你想要的内容 可是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问的特别宽泛 实际上AI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它并不是说是真的像百科成书呀 就那几千页顶天呢 它现在是将来是说是人类在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说是最少是20世纪之前 可能现在都已经到21世纪之前的大部分资料 可能都已经塞进去了 所以的话 你现在如果说问的问题就不给任何掩盖的话 它出来的东西会特别的歪 而且就特别的死板 所以其实我们像这里 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这里写一篇 关于中国各地旅游局变成花样吸引游客的论 我们经常看新闻当然会知道 所以可是你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最好提供最近的一些新闻 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加的知道我去评论什么 所以你去你不能只是问我这个问题 你不要想着他真的能知道的 实际上他现在这个回复只能说是会给你一个万能回复 我反而不管 反而你说游局变成花样来弄游客 那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写 所以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回复没有任何实际内容 所以我们在使用提示词的时候 就一定要专精 要给一个定论给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我们现在到了20号提示 这就是为什么20号提示词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 20号提示词是论文性的 也就是说他会根据我们给的主题去生成一个相对而言 就比较逻辑 因为论文实际上 比如说我有引言 我有那个主题 有节语 有不同的风格 还有参考文献 这种会比较的书面逻辑性比较强 这就是论文性提示词的一个作用 所以的话论文提示词是用的非常多 我记得论文提示词我们应该是有三种的 就有论文是回答 论文一论文二 这三种差异不大 只是说是看你自己更比倾向于哪些方面 你都可以试试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我其实你可以让它都写出来 可是我们不用去把自己献得太 就不要被这些提示词给局限住了 他们回复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的 你只需要选到你自己想要的那部分内容 才是真实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问题是 其实他们现在都问的都很宽泛 所以只能给一个 其实AI它也会给的很有点空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要求 针对知识型直播带货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 当然它这里可以说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写的 知识型直播带货是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创新 什么研究这个有什么作用 告诉你直播电影和历史什么之类的 很空的 如果说你给它一个具体案例 比如说是 比如说得到 比如说东方甄选 你给这种具体案例 AI才会有发挥的一个点 可是比如说我有一批小马 这个人问的知识型带货 说实在话 我估计他应该看到这个回复 他应该也就觉得 好像AI给的不是他想要的 但不是AI做不到 而是你的提示词 你没给具体内容 他也不知道回复什么 你给一堆的一个主题 它的内容太多了 它不是人 因为如果是人的话 它可以知道 比如说是 如果你人工去选择的话 OK 那我马上就知道 你是想问 想问最近出的 比如说东方甄选 类似于这种 能弄 就能去帮你处理 可是A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那我们是怎样呢 其实比如说是 你在做一些禁止公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是 甚至说是 像现在的演示这个提示词 为什么效果还不错 关于近深论文答辩的 因为他直接把问题 当于是把作业的问题 比如说1234 你要有什么点 你要围绕哪些方面 他希望看着你什么 会全部给列出来了 那这个回答就会相对而言 会规范许多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是关于色调提示词 其实我更加推荐论文是回答这个提示词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论文它会真的 是按照论文的结构去 可是我们在实际使用中 我们可能是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 我们是想要有一个 比如说回邮件 或者说去做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汇报 开会你是想要一些逻辑性的内容 而不是说我要真的要一个论文 所以如何去 如果你是想要一个逻辑性内容的话 其实这种论文是回答 可能会很适合 你要给它一个定位 你想要的很多内容 就不是它的一些 我们接着到199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大家用的很多 这是一个异性对话生成器 实际上当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 跟对方说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 就比如说是七年五同打八交 七年五同打八交 他在问的 如何和许久没联系的异性朋友熟透起来 大概就出了一个 让我觉得这个电视有点一般了 比如说你在问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他这是在演示一个情景 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你直接回那个句你好 这个会很 大家为什么自己问的问题 都是关于什么你好之类的 迅速过去 209 209 209是关于emoji的 小红书体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小红书体 会把你的就要求 用掺杂的emoji的方式 给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里 是我宣词 这里在问就是要想要一个关于 Snapcraft这款游戏的小红书文 你看这里 生成了一段推荐这个游戏的一个小红书文 里面掺杂很多的图标 因为小红书的特点就是 文字里面要活泼 要掺杂图标 底下再有一些主题的一些描述 你看副页分享 你是希望有一个副页分享的一个意思 这里的就直接我们可以看到 副业经验分享 打造财富自由 弩害小伙伴们 我们要心里赚一些赚钱小窍门 挪力的赚兼职赚钱 投股票投资 创业机会 造线教育 副业网络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不就是小红书的一个风格 小红书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的snack 主题呢 就关于你不是说要副业经验吗 那这主题就是副业经验财富自由赚钱秘籍等等的这些内容 来看看 如果像你看这里 当我们本来输入一个 发现没有emoji之后 就说明他现在已经遗忘了 遗忘了 像这种 当你一个提示词过长之后 他是会遗忘的 当他遗忘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就回到最初 重新编辑一下这个提示词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像我们这重新编辑 你会发现他又回复到了拥有emoji的一个状态 与许宁一发的卷发棒销售文案 这种种草内文 销售内文案 其实用那个小红书 他这种是很擅长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这里 就直接想要拥有华丽迷人的卷发吗 不要再烦恼了 让我们的卷发棒为你带来无比 无与伦比的卷发模拟 再加了一堆的emoji 关于什么发送点击链接 点击链接 查看更多详情 抢购你的卷发包 类似于这种 拥有文案 种草内的确实是在小红书上特别多 而且你用这个提示词 就是109这个提示词会很适合 因为他们这种小红书 我觉得现在形成了一个销售网络 所以他对这种种草内的 他会特别的 你看这里又已经过期了 过期了 我们就重新对这里编辑一下 因为有些模型你可能是不能编辑的 没关系 我们就拆一个对话框 重新之前的提示词复制过去 再把你的内容还是样子的 把中文部数式部分改为我们的要求 为什么很多人都发什么 对一组网家会造型人像进行描述什么之类 这倒是什么鬼 这种重复性的我就不回了 我在好像今天的这个 A模型是不是已经到了上线 感觉他好像已经遗忘比较厉害 大家正好一起可以看看 如果说遗忘的话 那你就记得一定要回到之前 或者重新开一个tab来进行一个撰写 我们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提示词 是89号提示词 9号提示教案策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教案策划还是一样 我们点击这个提示词部分 然后就会签上成中文 这个教案提示是怎样子呢 我希望你作为教育工作的创造者 需要为一个就是学习材料 创建一个引人入胜 内容丰富的一个教案 所以的话我们回到主题这里 我们就直接就把中文注释部分改成 我们这个要点我们现在要写一个 其实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标志与VI设计 所以像这什么的教案怎么写 你完全没必要 因为你要给的是它的主题 你因为前面他已经知道你要写教案了 你们完全没必要说什么教案怎么写 完全没必要 我们就直接告诉他主题 就比如说告诉他标志与VI设计 所以他正式设计了一个标志与VI设计的 一个交流内容的教案 他这里就是说VI设计是一项很重要的品牌设计领域 它设计创建和维护一个品牌的视觉身份 以下是关于标志与VI设计的简要 教育材料大纲 你可以根据这些来扩展 你看这里接着就举例了很多东西 关于什么是标志 品牌标志VI设计什么之类的 品牌标志基础 VI设计的概述 标志设计原则 VI设计元素 VI设计的管理经验之类的一堆的东西 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教案来设计的话 当然我觉得他这里有个缺点是哪里 没有说他到底针对哪个阶段的 可是如果你是 他这里应该是假设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你是使用这个是合适的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个更详细的话 我是建议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针对人 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里他会告诉他会更清楚一点 围绕我给他针对成人教育的一个核心来进行设计 你会发现出来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提示词的定位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今天提示词就在这里 大家还是一样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去icl.top这里进行一个点击你的提示词 然后在下方进行一个提问 我们会不定时进行直播 如果说大家错过直播的话 也可以后面去各大平台去去看回放吧 就到这里 допуск转时 我们开始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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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实在是在这里 我们开始订查看